农与局对于望安海龟繁殖季前 针对六处的保育区进行的沙滩诊治 以利母龟上岸产卵 今年9月3日发现了保护区一处的软窝已经腐化 腐化率85% 共有29只的幼龟 但因为海魁台风影响 致使害况恶劣 农与局与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评估之后 紧急挖开软窝 并将全树的幼龟暂时送往盆管处 望安绿西龟保育中心安置 待风浪条件允许之后 再送至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调养 本局在望安乡绿西龟产卵区的注点悬查人员 发现有土层松动的情形 但是没有海龟爬行出碗路的痕迹 那么因此我们与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研判 该处的软窝应该是已经孵化 但是里面的海龟是属于体弱 所以没有办法爬出 因此我们去救个紧急的开挖 那么去救助里面的海龟 那么这一窝软窝的产卵的海龟 是属于较年轻的海龟 所以产卵数不多 大概只有34颗 那34颗经过抢救之后 总共有29只的海龟孵化 那么有存活率大概是85% 那么因为这一波海龟体型的较弱 所以我们先安置在棚管处 位于旺安的绿溪硅保育中心安置 那是最近的台风过后 风浪较小之后 在以往棚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进行调养 那么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还有哪些软窝要孵化继续救治的情形 那也呼吁民众请勿在这段期间 去到产卵区附近进行活动 以免影响海龟的孵化 农业局也将持续针对未孵化的软窝进行监测 也非常的感谢民众 海巡署、海洋保育署、保护区巡查员 澎湖渔业生物研究中心 以及盆管处旺安律溪硅保育中心的同仁 为旺安海龟存续以及生态保育尽奋心力 藉由大家共同的努力 让这群无价的生态资源 以及海洋生物得以永续 记者 陈荣玉报道